在毕之战中惨败的晋国 不敢继续和楚国针锋相对 他们把扩张重心 从南方诸侯国转移到了北方戎敌 对晋国来讲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晋国一直和戎敌保持着弱敌弱友的关系 当年晋文公流亡的时候 就曾在敌国待了很长时间 并娶了敌人女子为妻 在晋国横扫中原时期 敌人一直不敢进犯中原 后来 晋国在与楚国的争霸中处于下风 敌人则趁势而动 此前 晋国忙于和楚国争霸 无暇顾及敌人的侵扰 敌人则得寸进尺地 对晋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晋国在毕之战惨败后 战败的主要责任人仙胡 担心受到惩罚 于是派人到敌国怂恿敌人攻打晋国 只要推翻晋国政府 他就可以善后 不但能逃脱惩罚 还能捞取利益 在仙胡的唆使下 敌国对晋国发起猛攻 虽然禁军的素质比不上储君 但跟敌人相比 却是高了好几个档次 在强大的晋国面前 敌人被痛击 后来 晋国在俘虏口中得知是仙胡从中作祟 晋景宫下令逮捕仙胡 并将其族人全部诛杀 随后 晋景宫让巡林副统帅大军 前往征讨斥敌 作为中军元帅 巡林副对毕之战的失利 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但晋景宫仍然让他官复原职 这种信任令巡林副感激涕零 决心以一场完美的胜利 报答国军的信任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 晋军仅用了三个月时间 就将北方大部分遗族拿下 对遗族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后 晋景宫想起了尊王攘仪 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献服活动 以表示对周天子的尊敬 周天子也非常合时宜地表达了对晋国的支持 这让晋国逐渐从被楚国打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继续雄霸一方 平定遗族后 晋国想拉拢齐国 虽然齐国自管仲齐桓公之后已经没落 但凭借深厚的底蕴 依然在东方继续称霸 公元前592年 晋国准备召开诸侯会议 于是派上军副司令系克出使齐国 系克是晋国的后起之秀 也是新任三军总司令士会的部下 派他前往齐国 是为了表示对齐国的尊敬 同时到齐国访问的人 还有鲁国、魏国和曹国的使者 但这四人身上都有生理缺陷 晋国的系克是独眼龙 鲁国的纪文子是秃顶 魏国的孙良夫是脖子 而曹国的公子手是个驼背 齐寝公眼 四位使者各个都有特色 想拿他们的生理缺陷 逗后宫女人开心 故意搞了一场恶作剧 他安排四位同样有生理缺陷的马夫 为他们驾车 并让自己的母亲以及后宫嘉丽 在帷幕后面观看 当他们四位依次走上台阶时 帷幕后面的女人们发出响亮的笑声 这让四位使者极为恼怒 晋国使者细克见状立刻掉头走人 他回到晋国后 向晋景公汇报齐国对晋国的侮辱 并请求发兵攻打 但晋景公不想得罪齐国 没有同意细克的请求 在随后的诸侯会议上 齐寝公派了四位使者前去参会 四位使者听说 细克一直在伺机报复齐国 其中一位使者当即跑回齐国 与此同时 鲁、魏、曹三国联合抗议齐国参会 晋景公眼见齐国引起了公愤 为了不得罪其他国家 他将齐国的三位使者扣押 本来晋国想与齐国联合 但因为外交使臣风波彻底交恶 公元前591年 晋国与魏国联合出兵攻打齐国 并逼迫齐国签订城下之盟 鲁国眼见晋国报仇成功 也准备为之前被羞辱一事报复齐国 但鲁国实力有限 不是齐国的对手 于是鲁国向楚国求援借兵 当时楚庄王还在世 欣然答应了鲁国的请求 就在鲁国下达战书准备征讨之际 楚庄王突然病逝 齐寝公利用楚庄王去世的空档 立刻派人前去斡旋 并达成秘密协议 新上任的楚公王一改之前 楚庄王的政策 转而和齐国联合攻打鲁国 鲁国见状 立马派大夫张宣到齐国求援 张宣第一时间找到了细克 细克在国内是强硬派人物 加之此前被齐寝公侮辱 于是满口答应鲁国的请求 并说服了晋景公出兵讨伐鲁国 得到晋国的承诺后 鲁国决定攻打齐国 公元前589年春季 齐鲁战争爆发 齐寝公的男宠鲁仆被俘 齐寝公非常心疼 他向鲁国放话 只要能释放鲁仆 他愿意就此撤兵 鲁国人对齐寝公恨之入骨 直接把鲁仆杀死 将尸体挂在城墙上示众 齐寝公见状大怒 亲自在战车上雷鼓鼓势气 在齐国强大的攻势下 鲁国形势岌岌可危 为了缓解鲁国的压力 魏国统帅孙良夫 立马率兵攻打齐国 由于此前孙良夫 也被齐寝公羞辱过 所以 魏国人对攻打齐国 也非常积极 但魏国毕竟是一个小国 与齐军相遇后 被打得溃败 孙良夫认为 只有拉靖国进来 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 于是亲自前往晋国 找细克搬救兵 一同前往晋国的 还有鲁国使者张宣 此前 鲁国虽然和晋国达成协议 但晋景宫却迟迟不肯出兵 刑急之下 细克带领两位使者 去找晋景宫 并警告他 说魏国与鲁国 都是晋国的重要盟国 如果此时不支援他们 后续齐国与楚国 联合起来拿下他们两国 晋国在东方的势力 将受到重创 楚国会席卷中原 届时 晋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在细克的软硬尖尸下 晋景宫终于同于发兵 为此 细克向晋景宫申请了一支 晋国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队 浩浩荡荡地开往齐国 准备一雪前耻 面对来势汹汹的晋国大军 齐景宫并未感到害怕 反而有一丝兴奋 他想利用此次机会 大败晋国 重塑齐桓宫时期的霸主荣光 于是主动下达战书 约定双方决战时间 没过多久 决战的日子到了 双方都严阵以待 而且士气饱满 齐景宫迫不及待地发起攻击 他身先士族的驾驶战车 往晋国大军冲去 细克也不甘示弱 亲自雷鼓为将士们加油打气 在一阵阵战鼓声中 双方将士进行了惨烈的厮杀 细克在雷鼓的过程中 被齐军的流石所伤 但他没有停下停止雷鼓 而是咬牙坚持 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 便想停下雷鼓 但他回头一看 自己的战车驾驶员 手臂上插着一支剑 身边的战车诱护卫 也都不同程度地受伤 而且比他严重很多 细克剑撞 不好意思临阵退缩 于是硬着头皮 打起精神强行雷鼓 并冲锋在最前面 晋军见自己的主帅如此勇猛 发了疯一样 向齐军冲去 齐军虽然实力不弱 但作战经验不如晋军丰富 晋国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早就习惯刀林剑雨的血腥战场 渐渐地齐军顶不住了 防线很快就被突破 遭遇战变成一边倒的追击战 齐军支撑不住 开始溃退 一直败退到滑不住山地区 晋军紧紧咬住不放 齐军就顺着滑不住山的山路地带逃 晋军在后面追 就这样绕圈子 绕了滑不住山三圈 晋军司马韩爵一马当先 亲自驾驶战车去追击齐军公 一般来讲 他应该站在战车左侧 驾驶员居中 右侧还有一名护卫 齐军公见他像是身份显贵之人 便吩咐左右不要射杀他 因为射杀君子有为武士精神 便下令射杀左右两侧的护卫 韩爵见护卫身处险境 把他们挡在身后 继续驾驶战车追逐齐军公 这便是春秋时期的武士精神 面对敌人不偷袭耍滑 对待下属倾力相护 春秋时期之后 武士精神基本上被抛弃 兵不厌诈成为了主流 面对韩爵的穷追不舍 齐寝公的战车护卫 冯丑妇心生遗迹 他提出和齐寝公互换衣服 没过过久 韩爵就追上齐寝公的战车 他此前没见过齐寝公 便凭借衣服来判断 韩爵见冯丑妇一副国君的模样 坐在车上 他便按照当时的礼仪 手指马的缰绳 徐徐走到冯丑妇跟前 先礼后兵 又是敬酒又是献狱 说了几句客套话 然后把他抓了起来 冯丑妇趁韩爵客套之际 以命令的口气 让伪装成护卫的齐寝公前去取水 齐寝公心领神会 借机逃脱 然后韩爵带着冯丑妇 到戏克面前领赏 戏克此前监国齐寝公 自然认得他的模样 他见到韩爵带来的并不是齐寝公 才知已经上当 他打算杀掉冯丑妇来消怒气 冯丑妇却为自己辩解说 自古以来 从未有一位肯冒充国君 并为之承担祸患的英雄 如今有一位这样的好汉 站在面前 阁下要杀他吗 此话一出 不但打消了戏克的怒气 还让他肃然起敬 并将他释放 冯丑妇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 不但为齐寝公解了围 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齐寝公逃脱后 立马重整残兵 多次冲入禁军阵营 试图营救冯丑妇 以报答救命之恩 作为一名君王 能做到这一点也实属不易 禁军看到齐寝公 带领残兵前来营救 禁军不但没有杀他 反而在战前 为其拍手喝彩 可能士兵都希望 为这样的君王效力 春秋时期的战争很残酷 但也处处充满了贵族精神 武士精神 这场战争 以齐国失败而告终 因为会战地点在安地 这场战争也被后世称为安之战 战后 齐寝公派人向细克求和 细克提出两个要求 其一 把齐寝公的母亲 送来晋国当人质 其二 把齐国的田地 都改为东西方向 细克的第一个要求 是为了一雪前耻 归还齐寝公之前 对自己的侮辱 第二个要求 则是让齐国 重新修整道路 在农耕时代 道路的走向 基本上都依照田母的方向 让齐国把田地改为东西走向 就是让齐国把道路修成东西走向 为晋国后续发兵齐国 提供便利 面对这两个苛刻的要求 齐国特使据理力争 但细克不为所动 坚持要求齐国人遵守 后来 齐国特使表示 可以献上宝物和部分土地给晋国 以示诚意 如果晋国坚决不受 齐国就重整兵马与晋国决议死战 看到齐国特使态度如此坚决 鲁国和魏国不淡定 他们害怕把齐国逼得太紧 会促使楚国介入 他们只想出出气 不想得罪楚国 于是 主动找细克为齐国求情 细克感觉到之前的条件过于苛刻 眼见鲁国 魏国前来说情 便顺水推舟 答应了齐国的要求 安之战过后 晋国已经彻底 从避之战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并捍卫了自己北方霸主的地位 而齐国的势力大大被削弱 无力与晋国对抗 眼见晋国取得胜利 楚国坐不住了 准备立兵木马北上中原 为此 楚国派出使者联合齐国 让他们做好配合工作 此次前往齐国的使臣名叫乌臣 除了申卑出使齐国的任务外 此次乌臣北上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为了美人下击 前面已经讲过部分下击 在陈国的风流运势 因为一个女人闹得陈国家国破败 当时楚庄王拿下陈国后 被夏击的美貌所吸引 他想把她招至后宫长期霸占 乌臣见状出来阻止 他说夏击是个不祥的女人 如果霸占她 可能会为楚国招来灾难 楚庄王不是个昏君 他感觉乌臣说的有道理 便打消了霸占夏击的念头 楚庄王退出后 楚国三军统帅子返 看上了夏击 想聚为己有 此时乌臣又出来阻止 说夏击此人客夫 许了他对自己不利 子凡听后也打消了念头 乌臣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地 劝说别人放弃对夏击的占有 并非因为他正直 而是他想把夏击占为己有 当他第一眼看到夏击时 便失魂落魄 发誓此生一定要得到他 于是接连劝退了楚庄王和子凡 但接连劝退别人后 自己也不敢在楚国下手 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欺君网上 结果夏击被楚国另外一位官员 湘老捡了路 仅仅过了一年 湘老在碧之战中战死 尸体也被楚国人抢走 湘老死后 他的儿子黑药 贪恋自己后妈的美色 整天想着跟夏击通奸 乌臣见状不想继续等待 主动前去 向夏击表明够合之心 夏击被他泉水般喷涌的爱感动 打算接受乌臣 不过夏击已经是楚国人 不能随意离开楚国 为此 乌臣想出一条计策 他暗地里买通郑国使臣 让使臣转告楚庄王 说湘老的尸体已经在郑国 但必须由夏击前去认领 对于郑国使臣的说辞 楚庄王半信半疑 乌臣见状在一旁添油加醋 让楚庄王相信了郑国使者所说为真 于是 同意放行夏击前去认领尸首 夏击临行前对楚国官员说 如果找不到湘老的尸体 就不回楚国了 表现出一副十分忠贞的样子 将夏击送到郑国后 乌臣还不能娶他为妻 直到楚庄王去世后 乌臣认为时机已到 恰巧楚共王需要派人前去出使齐国 乌臣便主动领命 临行前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变卖 准备和夏击共度下半生 乌臣领命出使齐国后 行至郑国便止步不前 他让人把送给齐国的礼物带回楚国 然后带着夏击准备逃往晋国 因为晋国和楚国处于争霸阶段 只要到晋国才能让夏击逃过楚国的追捕 乌臣来到晋国后 在细克的儿子细致的举荐下 成为了晋国的行大夫 乌臣和夏击远走晋国的消息传到楚国后 此反猝意大发 本来属于自己的美女被人拐跑了 心里愤懑不平 他向楚共王提议 用贿赂的手段来离间乌臣与国军的关系 楚共王选择了拒绝 他告诉子反 如果乌臣对晋国有用 即便花钱贿赂 也很难离间他们的军臣关系 如果乌臣没用 即便不花钱 早晚也会被弃用 子反听罢 只能哑巴吃黄连 任由乌臣和夏击独自逍遥 乌臣风波过后 楚共王并未放弃北上的计划 公元前589年 楚国另隐 子仲率领大军北上 目标直指鲁国与卫国 这是后楚庄王时代 楚国的第一次大举用兵 楚庄王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 离不开国民的支持 在出征之前 他做了几件汇集人民的事情 其一 楚国举行全国普查 国民欠下政府的租税 一律免除 其二 对孤苦无依的百姓 国家给予救助 其三 赦免国内罪犯编入军队 楚国常年对外用兵 但国内政治一直比较稳定 这与楚国政府重视民生是分不开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 卫军节节败退 很快便主动投降 随后 楚军又剑指鲁国 鲁国选择不战而降 并主动赠送一百名工匠 织布公给楚国 还从王室中挑出一批人 送到楚国做人质 借着两战全胜的余威 接着 在鲁国蜀城召开了一次诸侯会议 参会的诸侯国多达十四个 除了晋国没来之外 创下历任诸侯国会议 参加国数量之最 除了晋国没有参加之外 几乎所有的中原诸侯悉数到场 晋国见楚国士气正胜 选了碧其锋芒 公元前五百八十八年正月 诸侯国会议结束 晋国见楚军已经撤军难返 于是 晋国以讨伐郑国为名 要求鲁国、宋国、魏国、曹国一同前往 这些小国不能拒绝晋国的号召 于是应声前往 五路联军浩浩荡荡杀向郑国 结果行至半路被郑国伏击 除了晋军保持阵型外 其他联军一哄而散 晋军见状只好撤退 此时 晋楚双方尚处于势均立敌的阶段 虽说楚国此前成功召开了大规模诸侯会议 但那些小国都是墙头草 只会做表面文章 根本不会为他们出力 只有郑国这样彻底归附的国家 才可能尽心尽力 此前由于楚庄王赦免了郑国 对此 郑国一直对楚国忠心耿耿 但后来 楚国在处理郑国与其他小国矛盾的时候 伤害了郑国的利益 郑道公心有不甘 但又不敢跟楚国翻脸 于是派人前去晋国 商讨脱离楚国归附晋国事宜 晋景宫见状大喜 立马派人前去和郑国签订盟约 因为楚共亡的一次偏袒 拱手把郑国推到了晋国阵营 面对郑国的背叛 楚国再次前去征讨 公元前584年秋天 楚国令隐 子仲 新帅大军侵入郑国 已经从失败阴影走出来的晋国 给了楚国当头一击 此时的楚国才意识到 晋国已经完成了战备升级 摆脱了之前恐惧楚军的心理阴影 为了进一步取得晋楚争霸的胜利 投降晋国的楚国旧臣乌臣提出一个策略 其核心内容是 在楚国大后方培植一个势力 共同来对付楚国 而这个势力就是吴国 乌臣之所以如此积极地为晋国出谋划策 是因为他叛逃至晋国后 他的族人遭到了大清洗 整个家族都被屠戮殆尽 乌臣制定的这个策略 就好像在楚国背后插上一根刺 吴国是与周王朝同脉同性的国家 吴国的建立者是周文王的叔叔太博和仲庸 他们为了避免与自己的弟弟继力争权 主动来到了这片蛮荒之地 把中原文化带到了这片区域 后来周武王把这片区域封为吴国 到了晋楚称霸时期 吴国还是一个小国 他们学习楚国的方式自立为王 在晋景宫时期 吴国的国王是寿梦 吴臣连吴抗主的建议得到晋景宫认可后 他便主动请英出使吴国 并带去了中原地带的战车 吴王寿梦是一个很有雄心报复的人 他对吴臣的来访表示了欢迎 并很爽快地答应与晋国建交 此后 吴臣将带去的50辆战车送给吴国 并留下了一批军官 在晋国军官的帮助下 吴国军队的作战水平突飞猛进 为了检验自身的战斗力 吴王寿梦当即率人前去攻打楚国 并取得了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 吴国军队的战斗力令人惊叹 眼见吴国迅速崛起 晋景宫出现了担忧 他害怕吴国会成为下一个楚国 于是 趁吴国未强大之前软硬兼施 打消其觊觎中原的野心 此时的吴王已经感觉到 晋国对自己的打压 但两者还未出现大的矛盾 因为两者在对待楚国问题上的利益是一致的 晋国一边与吴国联合起来对抗楚国 一边利用各种机会与楚国寻求和谈 公元前582年 晋景宫在巡视军府的时候 看到一个楚国俘虏名叫忠仪 晋景宫见他仪表堂堂 并从他口中得知楚共王的一些信息 为了表达诚意 晋景宫把忠仪放回楚国 忠仪回到楚国后 向楚庄王汇报了晋国寻求和谈的愿望 楚共王听后非常欣慰 并决定派太宰公子晨出访晋国 晋景宫对楚国的来访非常高兴 并于次年派使臣前去回访 有了这几次交流 晋楚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 就在关键时刻 晋景宫突然去世 给两国关系增加了不确定性 晋景宫是晋国由衰转胜的人物 他刚接手晋国时 晋军刚经历了避之战的失利 后来经过他不断历经图治 才使得晋国重新与楚国分庭抗礼 晋景宫去世后 晋立宫继位 由于晋景宫突然病逝 晋楚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后来宋国执政大臣华元 凭借自己与晋楚两国首席大臣不错的关系 撮合两国进行了会谈 公元前579年 在华元的努力下 晋楚两国达成了久违的和平协议 晋楚之间的这次和解 也被称为是米兵之会 这次和解并不是双方打心底里 祈求和平 而是双方势均力敌 谁也无法打垮对方时的妥协性产物 同时也是以宋国为代表的中原诸侯 在饱受战乱后 希望实现和平的一种意愿 一旦实力天平发生倾斜 和平局面会立马被打破 晋国利用和楚国休战的机会 准备拔除西部的最大威胁秦国 为了占据道义制高点 晋国在出兵前 派人给秦国送去一份绝情书 把几十年来双方的恩怨都推到秦国头上 并以此作为出兵的理由 随后 晋国便纠集了九路诸侯 一起攻打秦国 为了一举拿下秦国 晋国几乎是清朝出动 在如此强大的攻势下 秦国被打得溃败 晋国对秦国的行动 让楚国人产生了怀疑 他们觉得米兵之会 只是晋国的一个幌子 后续晋国还会和自己兵戎相见 公元前576年 晋力宫召集了诸侯会议 以此来确定晋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面对晋国的不断扩张 楚国内部关于北上中原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后来楚公王也认为 如果再不出兵北上 楚国在中原的战果会被晋国一点点蚕食掉 公元前576年 楚公王对郑国大举进犯 随着楚国开始攻打郑国 证明之前的米兵合约只是一张废纸 面对楚国攻打郑国 晋国并没有出兵援助 而是派人到吴国进行斡旋 并邀请吴国加入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 此举让楚国非常被动 为了突破晋国吴国的包围圈 楚公王打算拉拢郑国 他先是撤掉攻打郑国的军队 然后又派人出使郑国 表示楚国愿意割让鲁音之地给郑国 以此换取郑国结盟 这个条件实在出乎郑成功的意料 在他看来 投靠楚国与投靠晋国 本质上并无不同 但现在 郑国可以捞得好处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 郑成功答应楚公王的条件 背叛晋国 转而与楚国结盟 至此 晋楚之间的米兵协定彻底成为废纸 晋国为了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于公元前575年4月 再次大举南下进攻郑国 郑国获悉 晋国清朝出动的消息后 紧急向楚国求援 楚公王收到求救信息后 丝毫不敢怠慢 立马率领大军前去支援 后来 晋楚双方在燕陵相遇 双方对峙了大半个月之后 楚公王最终决定主动发起攻击 由此 一场世纪大决战开始 双方一直从早打到晚 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但仍未分出胜负 在此役中 楚公王被射瞎了一只眼睛 到了晚上 双方各自明金收兵 准备第二天继续开战 但在当天晚上 楚公王就下令秘密撤退 楚公王此次撤退是因为无奈 因为当天晚上 楚军统帅子反吓得不省人事 楚公王害怕务事 因此选择了撤退 第二天 子反得知自己喝酒务事后 内心十分愧疚 虽然楚公王特地派人前来告诉子反 不要自责 但子反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 选择了自杀 这次战斗 是继成仆之战 毕之战之后 晋楚之间发生的第三次大规模交锋 但这场战争并未打破两国之间的军事 双方还是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这场战争被称为燕灵之战 燕灵之战结束后不久 公元前574年 郑国居然主动攻打晋国城池 一向夹在晋楚两国之间艰难生存的郑国 在困难中不断锤炼了自身意志 并将士兵战斗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除了晋楚两国人 中原上最强的国家当属郑国 晋国眼见郑国在自己太岁头上动土 气不打一处来 立马联合其他诸侯合力讨伐郑国 楚国见状也不甘示弱 也立马派兵前来参战 晋国此次出兵只是想吓唬一下郑国 眼见楚国前来救援 晋国便率领其他诸侯国撤退了 死后不久 晋国内部发生了政变 由于晋国各大家族和君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最后发生了政变 公元前573年 晋立公被鸾叔等人合谋杀死 晋立公死后 鸾叔等人拥立晋道公继位 晋道公继位时刚满14岁 很多人在这个年纪还是个不安适适的孩子 但晋道公从小见过了太多权术争斗 因此非常早熟 他不想做傀儡 于是联合韩爵扳倒了鸾叔 随后把朝中重要位置都换成自己人 以此来加强控制 解决完内部矛盾后 晋道公又开始回到晋楚争霸的问题上 为了把郑国争取回来 晋道公做了周祥细致的安排 最终成功让郑国主动拖了楚国阵营 重新回到了晋国怀抱 看着郑国逐渐远去的身影 楚公王自认为实力已经不如晋国 于是并未主动前去攻打叛逃的郑国 而是缓和了一段时间 楚国的暗兵不动 让郑国形成了错觉 以为是楚国人害怕自己和背后的晋国 高傲自大的郑国人决定挑衅一下楚国 公元前565年 郑国主动攻打已经归附楚国的蔡国 并顺利地击败蔡国 楚国见郑国如此嚣张跋扈 于是派大军直接兵临郑国城下 没想到郑国只是纸老虎 眼见楚国大军到来 再次选择背叛晋国 加入楚国阵营 为了面子上能过得去 郑国还单独派使者到晋国解释背叛的缘由 表示自己这么做也是身不由己 但晋国不信这一套 再次集结各路诸侯前去讨伐郑国 眼见晋国率领大军来伐 郑国又祭出了生存法宝 投降 对郑国来讲 这是他们的既定国策 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 亦或是未来某个强大的国家 只要是打不过就选择投降 如果没有史书记载 很多人会觉得 这段历史就是个笑话 但郑国的行为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事情 郑国投降后 晋国为了防止郑国反悔 于是双方签订了一份盟约 承诺相互忠诚 如有违反 就会遭到神灵的诅咒 听到此处 郑国心里没底 为了不被诅咒 他们表示 只会服从于强大且兼具道义的国家 晋国一听 心里也急了 郑国这种说辞 分明是给自己留退路 就这样 两国在激烈的争吵中 匆匆签署了忠诚盟约 但这种盟约的可信度几乎为零 只有傻子愿意相信 果不其然 晋军签完盟约后 刚离开郑国没几天 郑国便马上派人和楚国秘密解除 表示自己迫不得已 才和晋国结盟 其实心里一直对楚国恋恋不舍 晋国得知郑国搞小动作 又集结了其他诸侯国前来讨伐郑国 此时 距离双方签署忠诚盟约 仅仅过了一个月 但跟随晋国出征的其他诸侯国 已经疲惫了 他们不想再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于是一路上心不在焉 晋军眼见大家士气低落 还未到达郑国便半路而归 郑国见晋国大军退去 十分欣喜 可还没高兴多久 又传来楚国来罚的消息 虽然郑国之前派人向楚国解释了 背叛的原因 但楚共亡并不认可郑国的说辞 对于这种背叛行为 必须给予惩罚 郑国眼见楚国大军来讨 想必大家都预料到结果了 没错 郑国又选择了投降 不得不说 也就是在春秋这样的时代 郑国才能这样来回跳墙 放在往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郑国恐怕会遭受屠城的惩罚 晋国眼见郑国再次导向楚国 此次他们没有新兵前去讨伐 而是把目光放到了西部的秦国身上 打算拿下秦国后再去攻打郑国 就在晋国出兵秦国之际 郑国却主动联合楚国 对晋国的铁杆小弟宋国发起了进攻 宋国自知不敌 紧急向晋国求援 晋国健壮 不得不回撤前去援助宋国 为了打退正楚大军 晋国集结了11个诸侯国 发兵攻政 在来势汹汹的大军面前 郑国又选择了改齐意志 郑国未选择投降之前 楚国人已经提前预判好了郑国的举动 于是把大军挺进到营水 而晋国也不甘示弱 和郑国签订盟约后 率领郑国在内的联军也抵达营水 和楚国隔江形成对峙 晋国本想凭借此举下退楚军 但楚军不但没有撤退 还有跃跃欲试的迹象 晋军主帅面对这种形势 内心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晋军主帅的心思 被郑国敏锐地捕捉到 郑国见晋国无意与楚国兵戎相见 于签订盟约的当天 偷偷率兵离开了晋国盟军驻地 返回郑国 晋国眼见郑国再次出尔反尔 将士们一直要求讨伐郑国 但晋军主帅却说 如果此时攻打郑国 楚国一定会渡河前来相助 这对晋国不利 早就蒙声退役的晋军主帅 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带领十一国联军撤退了 由于郑国反复骑墙倒戈 导致他们在诸侯国之间的名声极差 连国内的老百姓也看不起国军 于是郑国痛定思痛 觉得不能继续做墙头草了 必须选择一方 并坚定地跟随下去 经过郑国大臣们的一致讨论 大家想出一个妙计 那就是引起晋楚之间的大决战 让晋国一次性把楚国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这样就可以坚定地跟随晋国 不被楚国骚扰 为了引起晋楚决战 郑国人想了一出苦肉计 他们先主动攻打晋国的铁杆盟国宋国 引得晋国率领十一路诸侯前来相救 然后郑国再誓死抵抗 等待楚军前来救援 让晋楚两国在郑国发起大决战 郑国的计划设想得很好 但执行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由于吴国在大后方不停地骚扰楚国 使得楚国无暇顾及郑国 就这样 郑国白挨了一顿揍 被揍后的郑国非常不甘心 他们趁晋国撤军之际 主动向楚国投降 以此来激怒晋国 果不其然 一向好脾气的晋军主帅彻底被激怒了 便再次集结大军前来讨伐郑国 郑国眼见晋国被激怒 于是给楚公王去了一封信 大意为 如果楚国不能打败晋国 以后 郑国将彻底归附晋国 不再和楚国做朋友了 楚公王看完信后 暴跳如雷 但想想南方还有吴国这个大威胁 南北两线作战的压力太大 不能冒这个险 便把怒气忍了下去 郑国精心设计策划的一个布局 最终 因楚公王没有上钩 而宣告破产 眼见楚国无意决战 郑国便彻底倒向晋国 此后的几十年里 由于楚国一直和吴国纠缠 郑国一直归附于晋国 暂时解决完楚国的威胁后 晋国再次把目光描向了秦国 从晋文宫开始 晋国已经称霸七十多年 但他们也明白 要想在中原保持绝对的霸主地位 必须打败秦国 为此 晋国召集了其他十二个诸侯国 组成十三路大军往秦国进发 试图让秦国不战而降 但秦景公知道 所谓的十三路诸侯 只是面和心不和 他没有被吓到 而是选择主动迎战 晋国组织的十三路诸侯 还未开战 便发生了内讧 由于新上任的晋军主帅 威望不够 震慑不了其他诸侯 他一怒之下 带领晋军撤退了 眼见晋军撤退 其他诸侯也纷纷撤退 只剩下几个不甘心的将军 为了自身荣誉 冒死与秦军作战 但很快被秦军击退 十三路诸侯浩浩荡荡的伐秦之旅 以一种戏谑的方式结束 公元前558年 也是伐秦之战的第二年 年仅三十岁的秦道公去世 他的去世对晋国来讲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自此之后 晋国国军基本上成为了摆设 首席执政大臣成为国家实际主导者 而楚共王则比秦道公早两年去世 至此 晋楚争霸逐渐进入到尾声 此时北方的齐国正在崛起 南方的吴国也越做越大 在晋国无暇顾及楚国的日子里 吴楚之间发生了多次战斗 但都未伤及对方的根基 公元前549年 吴楚之间爆发了一场水战 这是华夏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水战 这次水战 双方都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因为这是第一次关于水战的尝试 说白了都不知道怎么打 此战过后 吴国改变了策略 他们没有直接和楚国正面硬杠 而是慢慢剪除长江上游 归附于楚国的小国家 以达到慢慢蚕食楚国的目的 但这支新兴力量 在老牌帝国楚国面前仍然略显稚 在之后的博弈中 吴国吃了大亏 最终不得不修生养息 死后的一段时间里 都没进犯楚国 中原大帝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乱 各个国家都疲惫不堪 他们内心深处开始渴望和平 并希望有一个人能主动出来 承担促进和平的任务 公元前546年 在宋国担任左师一职的向须站了出来 他先后出访秦国、晋国、齐国和楚国 向他们表达了和平主张 在向须的不停斡旋下 华夏大帝上的四大强国均表示 同意结束外部战争 实现永久性和平 就这样 华夏大帝第二次米兵协议就此达成 在掩旗息鼓的这段时间里 郑国在资产的带领下强势崛起 齐国也完成了复兴 晋国则在内乱中不断盘整 最后形成了六卿轮流执政的制度 所谓的六卿就是晋国境内的六大家族 分别是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杭氏、智氏 这六大家族约定 上一任执政大臣去世后 则轮流到下一个家族推选出的接班人 担任执政大臣 而晋国的君主已经没有实权 成为了国家的吉祥物 米兵会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为彻底断绝诸侯们对外扩张称霸的野心 公元前538年 楚灵王召集诸侯大会 以确认楚国的霸主地位 这次会议让晋国感受到了威胁 楚国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 公元前537年 楚国对吴国大举用兵 最终在吴国的顽强抵抗下 楚国无功而返 在此后的几年里 楚国不停地对周边国家发起功法 让周边诸侯国都感到不安 公元前531年 楚灵王突然大举对蔡国用兵 并斩杀了蔡灵侯 此举相当于撕毁了米兵协议 晋国作为北方霸主 不能无视楚国的行为 于是 晋楚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 公元前529年 晋国出动了4000辆战车 举行了大阅兵 作为对楚国的震慑 但楚灵王依然我行我素 到处穷兵独武 但最终得到了反噬 对于楚灵王穷兵独武的行为 不但其他诸侯国怨声一片 国内也出现了内乱 最终 楚灵王悬梁自尽 结束了功过鲜明的一生 楚灵王死后 楚国围绕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最终 雄器级成功上位 视为楚平王 楚平王上位后 以最快的速度平息了政坛纷乱 并大力解决楚灵王时代 遗留下来的问题 使得楚国再次回归平静 就在楚国结束内乱之际 吴国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 并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壮大 公元前525年 刚上台两年的吴王辽 便迫不及待地对楚国发起争讨 他率领浩浩荡荡的水师 沿江而上前去攻打楚国 结果被以义带牢的楚国打得大败 此意让吴国损失惨重 先王积累的战果被吴王辽耗尽了大半 楚国获胜后便开始兼顾城防 相较于先辈们的扩张野心 楚平王要显得低调保守很多 但不对外扩张并不意味着不犯错误 后来有人诬陷楚平王的太子谋反 楚平王大怒 下令要将太子处死 太子闻讯后逃到了宋国 被太子牵连的还有一位楚国大臣武奢 楚平王本打算把武奢的两个儿子 骗到国都一起处死 但武奢的小儿子识破了楚平王的阴谋 他没有前往国都 最终他的父亲和哥哥均被处死 而武奢的小儿子逃过了楚平王的追杀 经过千辛万苦逃到了吴国 他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吴子虚 逃脱后的吴子虚发誓 一定会为自己的父兄报仇血恨 吴子虚逃到吴国后 并没有直接向吴王辽谋求官职 而是混迹于市井间装疯卖傻 最后被人认出并举荐给吴王辽 吴王辽此前听过关于吴子虚的事情 当两人经过一番详谈后 吴王辽认为吴子虚是个大财 想授予他官职 但吴子虚眼见吴王辽暂时没有法楚之意 便拒绝了他的好意 后来 公子光借刺客专珠之手将吴王辽刺杀 又派出刺客要离刺杀了 其他与他争夺王位的人 最终 公子光成功上位 视为吴王和吕 和吕此前一直和吴子虚保持着联系 他上位开始重用吴子虚并准备大举法楚 吴子虚见和吕是个具备远大报复的君王 于是大力辅佐 与此同时 他还向吴王和吕推荐了一个重磅人物 那便是被后世称为兵胜的孙武 孙武发迹之前的人生轨迹一直是个谜团 早年间 他潜心研究兵法 并著称了不朽的孙子兵法 当吴王和吕读完孙子兵法后 惊为天人 并将其败为将军 孙武的加盟 让吴国如虎添翼 在孙武与吴子虚的配合下 吴国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法楚计划 与历经图治的吴王和吕相比 楚昭王就显得逊色很多 他上台之后 楚国政坛的内乱一直没有结束 而此时的吴国 在吴子虚与孙武的带领下 开始了法楚之路 公元前511年 吴国开始大举进攻楚国 并接连挫败储君 储君的挫败 让之前依附于 楚国的周边小国产生了动摇 纷纷弃楚国而去 转身投入吴国的怀抱 楚国在南方的影响力 一点点被吴国蚕食 公元前508年 楚国出动大批水师 准备东征吴国 但储君的统帅 子长是个庸才 在吴子虚和孙武 这两位绝世天才面前 楚君被打得抱头鼠窜 楚国的东征 以惨败收场 大败储君后 吴王和驴大喜 想乘胜追击 但孙武告诉他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让吴王用外交手段 来离间楚国 与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 借他人之手来打击楚国 和驴采纳了孙武的建议 然后由吴子虚 亲自出使他国 进行拉拢其他国家 经过一系列操作 吴国终于说动 周边其他国家一起伐楚 一切准备就绪后 吴王和驴下令伐楚 楚军在吴子虚 孙武等人的带领下 直奔楚国国都 公元前506年 著名的白举之战 正式打响 勇猛的吴国兵团 只用九天 便从大别山横扫 楚国腹地 兵临颖都城下 楚军的溃败速度 让人大跌眼镜 楚昭王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军队 在吴国面前 如此的不堪一击 为了保命 楚昭王选择了逃跑 紧接着 吴军便占领了楚国国都 颖都 在父兄被杀 16年后 吴子虚终于杀回来了 但当初杀害自己 父兄的楚平王已死 吴子虚为了泄愤 将楚平王的棺材 挖开 进行鞭尸 吴子虚还亲手 挖掉了楚平王的眼睛 但他仍觉得不够解恨 于是 怂恿吴王和驴 强奸了楚昭王的夫人 随后又怂恿 其他吴国将领 把楚国王公大臣们的家世 强奸了一遍 出逃后的楚昭王 经过一路颠簸 九死一生地跑到了隋国避难 此时的吴国并没有成胜追击 而是北上伐政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 吴子虚之所以伐政 并不是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 而是出于个人私仇 但吴子虚伐政之旅并不顺利 随后便草草退兵 吴国的此次北上用兵 给了楚国喘息之机 他们不但重新集结了残兵 还从秦国搬来了救兵 在秦楚两国的联合回击下 吴国被打得节节败退 更要命的是 就在吴国出兵远征之时 南方的越国趁机进犯吴国 多县同时作战 给吴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吴国最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候 吴王和吕的弟弟夫盖 偷偷跑回吴国国都自立为王 此事让和吕很吃惊 他把前线大军交给吴子虚 孙吴等人 然后亲自率领一支精兵 返回吴国评判 夫盖得知 和吕前来讨伐自己 心虚的他又跑到了楚国 向楚昭王投降 由于和吕带走了一支军队 此时吴军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再加上秦国这只虎狼之师 前来相助 形势对吴军相当不利 后来 吴子虚和孙武经过商讨后认为 拿下楚国已经不太可能 但让称霸南方上百年的楚国 失到一次败仗 也算是达到目的了 于是撤军返回了吴国 此次吴国虽然未能全胜 但也用自身行动给了楚国这个老牌帝国沉重一击 公元前504年 吴国再次卷土重来 经历战争创伤的楚国并未恢复元气 吴国周师在淮水大败楚军 楚国水军的七名高级将领全部被俘 吴国又一次重创了楚军 此时的楚国已经不是吴国的对手 为了规避吴国的威胁 楚庄王决定迁都 当国都迁到若城后 紫西历经图治 大力改革政治 安定百姓 终于使楚国获得喘息之机 吴 楚两国大规模交战告一段落 楚国已成江河日下之举 而吴国则如日中天 与此同时 同样辟除东南的越国 对吴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东南战争的重心 将逐渐转移到吴 越两国的交锋 在吴楚大战的这段时间里 北方诸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先是鲁国发生了内乱 鲁国的三大家族作乱 并将鲁昭公赶出了鲁国 鲁昭公也克死他乡 后来 周王室发生了内乱 郑国瞅准机会介入了周王室的内乱 并趁机拓展了自己的实力 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墙头草标签 自力更生的郑国人 摆脱晋国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并选择公然与晋国对抗 魏国也蠢蠢欲动 齐国健壮 心中燃起了取代晋国的雄心 于是 打算拉拢鲁国 郑国 魏国 一起建立反晋联盟 从公元前505年开始 齐国相继与魏国 郑国结盟 而鲁国依然站在晋国这边 晋国眼见齐国不断蚕食自己的势力 决定用兵反击 但此时的晋国已经大不如以前 不但没能依据拿下齐国 还让齐国 魏国 郑国之间结成了铁三角联盟 随着铁三角联盟的诞生 以晋国为主导的北方格局彻底被打破 此时的晋国已经无力号令中原诸侯 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开始走下坡路 另一方面是因为晋国内部又发生了严重的内斗 公元前497年 晋国六大家族开始了一番大乱斗 相互之间斗得死去活来 中间充满了各种耳鱼我诈 把整个晋国搞得乌烟瘴气 齐国 宋国 郑国 眼见晋国内乱 纷纷插手进行干预 他们通过支持不同家族的方式 来一点点分裂晋国 经过四年内乱后 晋国执政智利与副执政赵央认为 这样乱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两者摒弃前嫌 重新联合起来 开始一点点收拾内斗留下的残局 并于公元前493年 与干涉晋国内政的其他国家 来了一场大决战 终于在公元前490年 将干涉晋国的外部势力一一清除 这场内乱历时八年 虽然这场战乱由赵央点燃了导火索 但他最终凭借自己惊人的毅力和才能 平息了这场内乱 让晋国避免了四分五裂 这次内乱过后 晋国的根基被动摇 实力相较于以往大打折扣 不过由于北方其他诸侯国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 使得晋国勉强维持了霸主地位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吴国 自从上次大败楚国后 吴国一直稳步地往外扩张 此时吴王和驴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 此前由于太子波意外去世 太子之位一直空缺 后来在吴子虚的吉利推荐下 吴王夫差成为了太子 公元前497年 越国国王允长去世 其子勾建继位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越王勾建 允长的去世让和驴认为 攻打越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公元前496年 吴王和驴率领大军前去讨伐越国 和驴认为 强大的楚国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 小小的越国在吴国面前 肯定会土崩瓦解 但和驴低估了勾建的能力 起初和驴凭借庞大的军队 对越国形成了碾压之势 但越国凭借顽强的意志力 挡住了吴国的攻击 但双方的绝对实力存在差距 越王勾建知道 继续消耗下去会对自己不利 此时必须出奇制胜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挑选出一批士兵 手持兵器静止朝吴军阵前走去 吴军本以为越国士兵是前来拼命的 但越国士兵接下来的一幕 让吴军胆战心惊 他们没有挥刀砍向吴军 而是齐刷刷地用剑抹向自己的脖子 在吴军面前来了一次集体自杀 吴国人看呆了 吴王和驴张大嘴半天没反应过来 自从吴国崛起以来 东征西逃 吴国兵团的勇敢精神天下无双 连以永汉著称的楚国兵团都自叹不如 但他们遇到一群更不怕死的人 对生命的末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可谓旷古未闻 这一幕看得吴军寒毛直竖 从越王勾建驱使一批死球 在吴军面前表演集体自杀 也可以看出他的冷血程度 吴国人吓呆了 这使勾建达到了目的 他马上下令大军全体出动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猛冲向敌阵 深受刺激的吴国士兵 好像突然丧失了战斗力 整个阵地很快被越军突破 吴王和驴在这场战斗中受伤 最后引发了感染 最后死于班师的途中 和驴死后 夫差正式继位 他上位后历经屠治 并立志为父亲报仇血恨 公元前494年 夫差重新集结大军 对越国发起了猛攻 此意 夫差报定必胜的决心 攻打越国 一路势如破竹 攻下了越国国都 并生擒了越王勾建 起初 夫差想直接杀死勾建 后来勾建的谋士文种 通过贿赂夫差的亲信 让夫差感觉 直接杀死勾建太便宜他了 必须尽情地羞辱他 于是夫差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让勾建给自己做马夫 在春秋时期 这种惩罚对于一名武士来讲 可能比死还更让人难以接受 但勾建选择了隐忍 而吴子虚看出了勾建的隐忍 他劝夫差一定要将其杀掉 但夫差没听 他觉得勾建在自己的手掌里 没有翻身的机会 后面的故事 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 越王勾建卧心长胆 暗中操练兵马 最终杀尽吴国一雪前耻 在勾建卧心长胆的日子里 夫差左拥西施 右抱正弹 宠信宁臣 不可一世 老将吴子虚 曾三番五次地提醒夫差 吴国最大的威胁 来自越王勾建 但夫差一概不听 并三番五次地训斥吴子虚 后来 夫差在宁臣的怂恿下 逼迫吴子虚自杀 吴子虚自杀前说 他死后请把他的头 挂在吴国城墙上 他要亲自看到越国的大军 杀进吴国 没有了吴子虚之后 夫差一心想要证明 自己可以撑起 吴国这座大厦 但是他失败了 公元前482年 勾建趁夫差 北上召开 黄池会议之际 越王勾建 率领大军 清朝出动 一举拿下了吴国都城 虽然越国暗中 培养了一批士兵 但要灭掉吴国 是非常有难度的 此次勾建前来 主要是逼迫夫差 承认自己的地位 夫差迫于形式 只得同意 此意过后 勾建正式摆脱了奴役身份 正式与吴国分庭抗礼 当看到夫差 对自己服软后 勾建心满意足的班师 回朝了 此意过后 夫差仍未进行反思 还是一如既往的 娇奢淫意 而勾建继续握心肠胆 养精蓄锐 公元前475年 勾建眼见时机已到 打算避其功于一役 于是开始了秘无之战 这场围困战旷日持久 从公元前475年的冬季 一直延续到 公元前473年的冬季 整整两年之久 无论是吴国还是越国 都被这场战争 拖得筋疲力尽 这场战争实质上 已经是夫差与勾建 两人意志力的较量 在勾建铁一般的意志力面前 夫差只能是失败者 最终吴军全线溃败 夫差也成为了阶下囚 经过旷日持久的对峙 勾建已经心如止水 他灭掉吴国后 对夫差动了侧隐之心 打算饶他一命 但范黎极力劝说 杀死夫差 以绝后患 不过 勾建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没有杀夫差 春秋是相对文明的时代 杀害与自己地位相同的君主 在这个时期是极少见到的 吴月虽为蛮夷之邦 可仍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 勾建最后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 他赦免夫差之死 但拒绝其保留宗庙设计的条件 即吴国从此消失在诸侯国的行列 放逐吴王道海岛 并供三百户人家 让夫差使唤 而夫差面对惨败 终于幡然醒悟 他后悔当初没听吴子虚的话 后悔自己悟信谗言 想到此处 他没有勇气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于是选择了自杀 吴国越国之争 给波澜壮阔的春秋 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此时的中原大地上的其他国家 看似平静如水 实则暗流涌动 一场大的变局正在酝酿当中 悄无声息的秦国 正在登上舞台中央 山河破败的楚国正在艰难地复兴 齐国正在经历全力更替 称霸上百年的晋国 则陷入了分裂边缘 随着春秋时代的结束 另外一个时代正在缓缓拉开大幕 下一个时代便是战国